仔細挑選工作內容 求職民眾把握現場爭裁機會 填寫履歷尋找合適工作 隨著國內疫情趨緩 各行業開始部署 為了後疫情經濟復甦做準備 像是住宿餐飲業 積極找儲備幹部 房務員及餐廳服務員 也釋出大量職缺 飯店業其實房間就是最主要的 那我們房務人員的話 目前的薪資是最高可以到3萬5 3萬5的話是現在業界 其實算是真的很不錯的金額 房務人員薪資上看3萬5千元 飯店用較好的薪資福利吸引人才 台北市就業服務處 也趁這波求職潮 邀請國內20家知名企業 在各舊福站舉辦現場爭裁活動 提供745個工作機會 身管助理或者是客服行銷 你能預期說自己希望能夠有多少的薪水 你願意挑戰看看 當然有3萬塊錢還滿不錯的 因為可以現場面試 就多一份機會這樣子 為了提高廠商僱用率 鼓勵民眾穩定就業 台北市勞動局延長實施 安穩僱用計畫2.0 只要民眾入取僱用家寶後 持續穩定就業 勞庫雙方都能獲得補助獎勵 有求職需求的民眾 不妨把握機會 記者邱世民台北報導